他呀 一直装神秘 网上一张照片都没有 他前几年的作品 还算凑合吧 但你看看这几年 就出过那一个单行本 还是为了银河市场 强行装嫩 根本不懂女生的心思 还硬要起来 而且讲故事的变化风格 也太大了吧 有道理 近几年没听说过 他有什么作品 估计啊 江文才近了吧 就是啊 像他这种 上不了台面的过期话时候 就不值得咱们讨论 你们几个站起来 干什么呀 出去 心想了 你一个服务员 你竟然把客人往外赶了 我们交的钱 那凭什么呀 我可以把钱退给你 或者为你刚才的言论道歉 我知道了 原来呀 是别里科夫的脑残粉 道歉 你有玩没玩了啊 我看你是被他漫画里的神经任务 给洗脑了吧 你们看看多可怕呀 这种垃圾花扫 坏 别打了 别打了 没事吧 别打了 别打了 松凯 别打了 别打了 松凯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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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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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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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愣着干什么呀 赶快报警 送医院 不行 他最近手桌上的案子 行 他最近手朵上的案子 要不够 可能忙不过来 好 没有空啊 就包个高提马 裹上他好 怎么还不来啊 这回又因为什么呀 几个人骂别里科夫 小杨就动手了 那他人呢 在里面做笔录呢 他没受伤吧 没事 整个事件的经过呢 我们也了解得差不多了 监控录像我也都看过 伤者的情况我也了解过了 也不算严重 这个事啊 你们都有责任 年轻人嘛 年轻气盛 多大点事 是吧 这样 你们互相道个歉 这次我们就算和解处理了 当然 你们如果不想和解也行 那就得等什么时候 伤者从医院出来 再把责任彻底归归清楚 再做处理 怎么样 你们什么意思 好了 我们大人不济 小人过了 算我们倒霉 这就对了吧 辛苦啊 解雅同志 给您添麻烦了 不客气 辛苦了 辛苦了 好事情 这也挺苦的 我这次不不不不不也 我就不不不不不不不 应该快了吧 漫画书店老板那儿 我已经联系过了 还好 没有损坏什么贵重物品 不用赔偿 只是小杨 你可能 没法在那儿继续工作了 不在那儿也不在那儿呗 上海的漫画书店有的是 我替你先试了一下 挺好使的 真的 用水都猜不掉 我最近呢 也在看别里科夫的漫画 还有其他的一些漫画 虽然我确实不太看得懂 但是也觉得挺好看的 所以 我支持你 那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愿原力与你同在 傻不傻 你说的根本不是一个 次元的东西 那你教我一下 你们那个次元是怎么说的呗 以后呢 你头没事吧 没事 别担心 晓杨 他们没有难为你吧 这不就论着你了 那个 是您救了我妹妹吧 太感谢了 应该的 这几天晓杨跟我住在一起 也没少照顾我 什么叫 晓杨跟你住在一起啊 她是我们店的住宿客人 我这两天不是住在店里吗 然后她住楼上我住楼下 你别想歪了啊 对对对 您别误会 我们是邻居 是室友 室友 那还真是承拨您多照顾了 还麻烦您专门跑过来一趟 应该的 我就担心事情说不清楚 晓杨吃了亏 我也是怕事情说不清楚 晓杨吃了亏 先放下 深呼吸啊 您再怎么样 先吃点东西 这么这么一天了 你不累啊 是不是 吃东西好长根 你看你姐姐跟你扎猪拍 多香啊 赶紧吃一点 谁要吃她做的东西 要要要 明明是人家帮我 她却疑神疑鬼的 我脸都丢尽了 我 我 我是想说 晓杨啊 你肯定饿了 对吧 咱不生气 你吃点东西 边吃咱俩边聊 好不好 我跟你没有什么 可聊的 像你这种恶霸 无话可说 有有有 有话可说啊 我先给你倒杯水 你先吃住牌啊 欧小杨 咱俩讲道理好不好 你不说你成年人吗 咱俩讲道理 你仔细想想 你不觉得这个人奇怪吗 这么大的人啊 从上到下的行头 也不便宜 你说他怎么可能 去住到你们这么一个 什么漫画书店里边去呢 我们漫画书店怎么了 不是 住在那个地方的人 要的就是一种感觉 非得一穷二白才行吗 是这样啊 你爸就是因为太小了 你还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很多东西我跟你 我跟 我跟别人都能说 明白 我跟你我还说不出口 对对对 你说 你听我说啊 你说呀 你现在根本是没有办法了解 一个大叔 他脑子里边在想什么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理解 你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我有独立的人身自由 也有选择朋友的权利 你却一天到晚像看贼似的 看着我 之前赶走了齐悦 现在这么对杜家木 那你这样下去以后 谁愿意跟我做朋友啊 那你能不能交点正常的朋友呢 什么叫正常的朋友啊 别想 别想 可能在你眼中 我这种不正常的人 只能交到不正常的朋友 没事 我跟你讲 你就这么倔啊 有一天你受骗了 你就知道了 用苗里关 气死我 这孩子绝对是我 小时候升级版 好了好了 雪儿不生气了啊 不生气 不生气 生呼吸 生气会长皱纹的 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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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 我不喝 我不喝 我喝 我喝 气死我了 不喝 你喝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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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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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 你怎么又来了 你别紧张嘛 我不是来应聘的 我找人的 楼上就我那位客人 还在吧 她要走了 这么高血吗 他有没有说他要去哪儿啊 你有没有他联系方式 你急什么呀 我只是说他要走了 我没有说他已经走了 你这性子怎么还这么急啊 那那那你自己去问他 你 你的伤好点了吗 没事 小伤我没那么娇气 那你这是要走吗 离开上海了 我不走 我还要在上海住一段时间 我就是换个地方住 再见 老板 你是不是要租房子 我帮你找吧 他们有那个什么品牌公寓 不用了 他们已经帮我租了 这道公寓蛮方便的 还有专属的客服的 那我过去帮你打扫打扫吧 你新租的房子 肯定要收拾对不对 而且你头也不方便 还是为我受的伤 我得仗一点 不能不管你 走 这 这 要让你姐姐知道了 这不又说不清楚了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我交我自己的朋友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还是说你觉得我很麻烦 不想跟我做朋友 好 那就麻烦你了 不麻烦 走吧 我帮你拿 走吧 我帮你拿 请进 好漂亮啊 这网上订的房子 还挺有格调的嘛 房主是个设计师 刚出国 你还要去找我 对了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来表达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感谢你 你别笑 这个虽然现在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你一定要好好保存着 没准哪天我就成了 特别有名的漫画家 我一定好好收藏 等着你成为大漫画家 我找到的这个抹布和扫扫 我帮你把房间打扫一下 来 我们一起打扫 不不不不 你坐 你坐着吧 你是客人 怎么让你 你受伤了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快坐 我可会干活了 真的 坐吧 好 好 来 来一点 你姐姐要是知道你来我这儿 一定会担心的 她还有什么好担心啊 她那么关心你 像我这样一个大叔 跟你这样一个小姑娘在一起 她一定会觉得我居心叵测 你会吗 等你的大几岁啊 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不想啊 我都上大学了 其实你不用理我姐 她呢 商当受骗多了 神经过敏 我还第一次听说 有人这么讲自己的亲姐姐 你说你找到工作了 你到底找什么工作啊 一份很普通的工作 先对付干嘛 这个我就得说你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普通的工作 无论你做什么 只要你努力 你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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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同学们 别里科夫这个名字 别里科夫这个名字 大家都听说过吧 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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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 经过院方多次的邀请 经过双方多次的协商 我们终于请来了 我们终于请来了别里科夫老师 来担任这次培训班的客座讲师 没错 你终于回来了 别里科夫之所以能够来到本院 你认识别里科夫 其目的 是为了要从在座的各位同学当中 不仅认识 他在我家住过 优质的漫画人才 不仅住过 我们俩还睡过同一张床 好 下面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别里科夫老师 好 好 你刚才说 你们俩在同一张床上睡会儿吗 拜拜 果然是我的知己啊 真是太懂我了 我想什麼都知道 喂 我在用手機呢 到哪兒了 什麼到哪兒了 不是剛開始打印嗎 怎麼會剛開始打印呢 你那個排版自己 太醜了大哥 我幫你加個底圖 美化一下 誰讓你 那你多事了 我趕著下班錢 給客戶送過去呢 這都快來不及了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 我怎麼找你著急 你又沒有說 那我怎麼找你這麼多事啊 趕快出來 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 著急 喜歡畫畫的人 無論是否立志 要成為一個漫畫家 都要從畫人物開始 對於漫畫創作 畫人物最重要的 並不是畫出形態 而是要通過動作 讓讀者知道 這個人物呢 他的個性和身份 你們一定很好奇 別里科夫是怎麼畫漫畫了吧 今天我就滿足你們 我給你們示範一下 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 創作出一幅四格漫畫 如何在最短的時間 畫出人物的個性和身份 但是我需要有一位同學 上來配合我一下 哪位同學願意 老師老師 這位同學 你願意嗎 這是求婚的台詞 快去快去 來 上來隨便做幾個動作就可以 你隨便 隨便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可惡 我呢 你確定 在這兒 真的 來 想 我 好厉害 我真是 是什么 没 没什么 怎么 不喜欢我的漫画 怎么会 别里科夫可是我的本领大神 所以你 真的是别里科夫 看来是 就是不喜欢我是别里科夫 不不不 我 我就是 总之就是 能够见到你真人 我还是非常高兴 我叫的车快到了 下这么大的雨 你也不好叫车 我送你 没事 我等雨小一点再送 你先走了 我先走了 小姐 小姐 嗯 好 好了 好了 你的小鞋子就保护起来了 走吧 这么冷的天别着凉了 小心 小姐 开装 小姐 好 小姐 小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是真的有够笨的啊 开个车出门还能被淋成这样 你是体会不了我们人间疾苦 人倒霉的时候 喝凉水都会塞牙的 哎呀 那我这汤你能喝吗 别来塞了你的牙缝 为什么不喝 我用牙签 淋着没有啊 挺鸡嘴 知道给自己套个鞋套 哎 在门口把鞋套给我摘了 采一地水 什么情况啊 第一天上课有点跟不上 受打击了 姐 行了 说想跟我说退学的事啊 你当初 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赶到契约呢 怎么又提这件事呢 我之前不是非常诚恳的 跟你道过歉了 对不对 姐姐当时呢 是做得有点极端 我知道 你非常喜欢他 非常喜欢别里科夫 他不是别里科夫 你怎么知道的 今天学校来 请别里科夫 给我们上课 但是来的人不是他 学校肯定不会弄错的呀 哦 搞了吧 你这个齐悦是个蠢骗子 那因为他是个小偷 他还要是个 你行了你 不是动不着了吗 那你喝汤 对对对 小偷 小偷 小偷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说呀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姐呢 早就发现这个齐悦 喜欢说谎偷东西 所以呢 我们才想办 咋不再送走 但是 怕你伤心 所以你姐就 没告诉你 这看来 他只是个疯狂的粉丝啊 他模仿了女主的纹身 居然又模仿女主盗窃 我怎么这么蠢 姐 嗯 对不起啊 我错怪你了 我 我这 我 我真的误会你了 我误会你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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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那儿装小可怜了 我大人不接小人过 原谅你了 喝汤吧 哎 谢谢这么浪漫 哦 但是我今天啊 也算是认识真的 别离客服了 你们猜是谁 真难能猜着我啊 猜怎么猜呗 杜珈牧 姐 你太聪明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这次呢 我一定要好好把握 就是跟她相处的机会 嗯 什么什么 什么相处 嗯 好喝 姐妹情变成事生略 有什么好事啊 顾晓洋 那杜珈牧四十多了 一般人都结婚了 哎 就算她不一般 她比你大二多岁 你怎么把握她 你对人与人之间的 情感关系理解 怎么这么狭隘呢 我追求的是 灵魂上的共鸣 跟她多大的岁数 有没有家事有什么关系啊 灵魂共鸣更不行 灵魂共鸣更危险 你怎么这么狭隘呢 我跟你说 哎 那个 等一会儿 你给我站住 哎 你给我好好说一下 你准备感情的梦魂 你站住 我站住 今天的练习会很枯燥 但是非常重要 你只有打好了基本功 你将来才能 获得创作上的自由 要注意彼此的结构 你不记得话 这个表演的时候 整个痛苦的结构 你都要非常地熟悉 嗯 接着话 老师 嗯 能帮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处理吗 挺好 小杨怎么没来 我不知道 哦 好 你可以登场了 对不起老师 我迟到了 快去坐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对不起老师 我迟到了 快去坐吧 我没关系 那我没关系 我不是在那里 我会发现了 我会发现了 你怎么还要 我可以跟着我 我可以再来 你怎么会找我 你怎么会的 你怎么会 我可以做我 你怎么会 我看你 把笔给我 给我 就什么话了 这样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笔触 理解得更好 这样是感受不到我的笔触的 温度在它的笔触的 锅子 切成熟的笔触 s。 来点水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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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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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哎呀 学雅 你看完了 哎呀 老杜 我怎么这么严重啊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 我得了脑震荡 我说头怎么这么晕呢 他让我静养 天哪 那我赶紧早点回家休息啊 走 哎呀 我不能休息 不是 我不能回家 哎呀 你为什么不能回家 我姐 她最近不是 生意上出了点事吗 你不是也见到她这个人了吗 她脾气还挺暴躁的 本来就够闹心的了 再看到我这样 个子也担心 我不能回去给她听话 那我跟晓晓说一声 你搬到宿舍住吧 不行 怎么又不行 宿舍那床那么高 在桌子上面 我这头爬来爬去 太危险了 哎呀 那怎么办呀 头怎么这么疼 是不是刚刚吹了风 感冒了 你找个地方住啊 要不 我去你那儿住一段时间 这不行 这不回事 不行 不行 那我该怎么办嘛 我没有地方去了 也没人能照顾我 哎呀 你就忍心看着我受了伤 感了冒 一个人孤苦宁静了 你就收留我一下吧 我保证不添麻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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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啊 好晕 来 谢谢 哈喽 晓杨 你这额头怎么了 还穿成这个样子啊 好看吗 梳灵吧 嗯 嗯 你那个 额头 没事 我不小心抠了一下 抠了这么夸张 学校医务室嘛 怕我感染 嗯 谢谢 嗯 那我去看看他啊 你帮我想想 怎么约滕总 想 奇怪 干嘛呀 你又要走啊 是不是 不 咱俩 这 不 咱俩 得 leads 我 看看你 但我 我也要再找你 我 去哪儿 这个 去哪儿 你 那我 快去哪儿 然後來一波進去的打劑 讓他睡醒就敗了 我跟你說啊 你年紀小你不懂 別被他占了便宜 你放心吧 只要是我願意 誰也動不了 像杜珈牧這種大叔 常年應該缺乏那種 感情的滋潤 缺乏那種 被關心的溫暖 你可以用細節打動他 表現你的溫柔啦 賢慧啦 體貼啦 可愛啦 但是不能肉麻 千萬不要叫他什麼 親愛的呀 寶寶啊 還有什麼甜心的樣 太土了 那些本來我也叫不出口 那你叫他什麼呀 老師或者是杜珈牧 老師太疏離了吧 要不然叫老杜 怎麼樣 親密 隨行 永遠 怎麼樣 你們倆在嘀咕什麼呢 他 小陽 收拾行李幹嘛呢 我最近學校可以壓力太大了 所以呢 我就跟同學商量好了 我們去溫柔 反賺交費的時候 住宿費也還在裡面 不住也浪費了 不是啊 我剛剛在門口聽到 你要跟誰同居 我住學校 肯定能跟我姐妹同居啦 那需要傳輸什麼經驗啊 我 我 我最近要畫畢業作品 然後 我不是沒有什麼戀愛經驗嗎 所以我就請教一下希希姐 你請教她 她不是要小陽 你要是要畫畢業作品 你需要什麼戀愛經驗的話 我應該去問你姐吧 她才是情感達人呢 我姐忙著呢 她不是不在嗎 我就隨口一個 我先走了啊 小陽 那個小小陽 你現在就走 你跟你姐說了嗎 你一會兒路上說 你 老杜 你能 幫我換下藥嗎 我 過來坐下 那個 我已經好差不多了 我明天就搬走 你 那個 你有女兒啊 所以你才不能喜歡我的對吧 別動 我一會兒去那邊的電視 你早點睡 我跟你一起去吧 這是我願望清單上的一個願望 也不知道我以後能不能實現 你可以 你 她 你 你 我 有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也没事跟我一块儿 去看看晓杨啊 在学校这点附近 最近學習也太刻苦了 整得我還挺感動的 給我打包好了 謝謝了親愛的 快去 順便給他帶點吃的去 走吧 太晚了 不要了吧 啊 我的意思是學校管的嚴 這麼晚肯定 幾點啊肯定需要關門了 哎呦 我進過去他出來取一下 不就完了嗎 走 走吧 順便去隔壁的超市 給他買他最愛吃的酸奶 警報 你姐去學校找你了 他 他 他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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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你要不要先打過去 問他還需要些什麼 也好 小楊趕緊想辦法 別把我賣啦 喂 姐 你说话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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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小洋 姐 这么巧啊 喂 汪小洋 你最好能迅速变一个 能让我幸福的力量 喂 小洋姐 事情不是讲的那样 没有 你说话 干什么呀 喂 小洋 我告诉你 别比我动手 我动起手来的话 你打不过我 怎么的 你现在为一个老男人 跟你姐动手是吧 顾虑别话说 男人还给我 上菜 你要我给你姐好 解释解释 不用跟她解释 我们又没做什么 需要解释的事 刚才穿着睡衣挂在身上 你知道你什么样子吗 你误会 我们就是 就是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了 我误会什么了 住在一起怎么了 我就是要跟她在一起 早跟我说 把手给我撒开 不 放手 你听我说 小洋受伤了 怕你担心 所以借住的我那里 我们分开住的 两个房间里面 他是我的学生 我保证对他 没有动力的想法 威婉 你听见了吗 人家说不喜欢你 只是想找个机会 说服而已 你闭嘴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 不用你告诉我 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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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你弄我 别管 别管闲事 这到什么事了 这么多睡大了 妈 好幸福呀 就这样简简单单地 跟你待在一块 小洋 小洋 节日快乐 什么呀 你给我自己看 我可以现在拆开 你自己决定 这 这个理由太棒了 哎呀 那我现在也是有别里科夫 真迹的人了 喜欢就好 嗯 我太喜欢了 谢谢你 老主 谢谢你 老主 呃 可是 我什么礼物 都没给你准备 哦 对了 今天晚上我们家姐姐 要准备派对 你要不一起来吧 反正我姐已经不反对 我们俩在一起了 我希望有一道别的 我今天晚上 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不能陪你去了 再说你跟女孩子在一起 自在意地 我去了 晚上尴尬 这是工作上的事啊 算是吧 算是吧 好吧 你該去上課了 嗯 快去 又不是你的課 沒有預算 我在陪你做 聽話 不然我把 禮物收回來了 你休想了我 那去吧 好煩啊 那我去上課啊 記得想我啊 不是三點鐘才上課嗎 我約了個中介 先去看看房子 然後去學校 我是不會搬出去住的 我跟你說過 我要你和我在一起 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教授我說了我想照顧你的 那不是那個意思 你是什麼意思 好像並不重要 在我這裡 你似乎沒有話語權 你稍等我一下 我換身衣服 就跟你一起去上課 那你去學校不合適吧 怎麼了 你是嫌我丟人 還是嫌我麻煩啊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 我還被學生上課 我爸沒時間照顧你 我原本就是你的助理 我跟著你 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嗎 你搶走了我的處女座 難道 連我工作的機會 你也要剝奪 我在樓下等 好 杜老師 你不是說過嗎 要幫我出一本漫畫 我已經好久都沒有畫畫了 所以 我想要去學校 聽聽你的課 儘快找找感覺 你不要有壓力啊 唉 唉 等你半天了 這個畫畫也太好笑了吧 好巧 在這兒行 同學們走 老師好 好 你坐後面 好 昨天給你們佈置的作業 完成得怎麼樣啊 我們坐了 坐了 坐了 坐啊 今天我們繼續研究八卦入文角色 小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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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別裡科夫的課堂上 遇見了另一個別裡科夫 我 我還以為自己在看 真家美猴王呢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騙你的 不故意地就值得被原諒嗎 我不奢望你能馬上原諒我 但我希望你明白 我對你的感情是真的 而且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要傷害你 那時候 我剛從監獄裡出來 身無分文 又無依無靠的 我必須得馬上找到杜老師 才能重新開始我的生活 可是我聯繫不上他 我怕你看不起我 我是真的沒有辦法 才會利用你喜歡別裡科夫 這件事情的 你為什麼會進監獄 因為偷東西 那你為什麼非要找到別裡科夫呢 你跟別裡科夫是什麼關係 我一直是她的助理 她是我在這個世界上 唯一能夠利靠的人 回國以後 我們就一起生活了 這麼說 她是照著你畫的不幫女生 可能是吧 可能是吧 想要跟著我 想要跟著我 那天我靠著成魯邦女神的時候 叫你那麼生氣 是因為你原本畫的是齊悅 你覺得我比不上她是嗎 你認識齊悅 何止是認識 當初她就是利用別裡科夫的身份 騙我照顧她的 我還因為這個事 跟我姐吵了架 離家出走 之後才在漫畫書店遇見你的 抱歉 又不是你犯的錯 為什麼道歉啊 你跟她到底什麼關係嘛 她是我原來工作室的助理 就這樣 就這樣 那你為什麼把她 畫成你漫畫的女主角 把你什麼小偷 變成冠敏堂皇的女士 她 她也偷你東西了 我有什麼好偷的 她差點偷了喬姐的項鍊 曉耀 曉耀 她剛剛出來不久 無依無靠 我有殘忍幫她重建她的生活 怎麼建立 有少量的 她是居然的 從來 活着 感谢观看 我可以坐吗 坐呗 反正又不是我家地盘 你还在生我气吗 有什么好生气 你又没真的偷走我什么 我倒是希望 真的偷走了点什么 你什么意思 我想要偷走你的喜欢 和关心 其实说实话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有信心 开始画漫画 我这个人就是爱憎分明 所以在这一点上 也要谢谢你 你到底为什么偷东西啊 新的医生跟我说 也许是因为报复心理吧 我小的时候 养父经常打我 而偷东西 就能让我释放掉内心的压力 找到存在感 其实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这样的话 我们之间就没有那么大的误会了 我不想在你眼里变得不好 只要你以后不再这么做 其实 你可以试着把自己的压力都画出来 不一定非得用那么极端的方式的 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 我把内心的痛苦都告诉了杜老师 就有了后来的我帮女生 可是你都说出来了 为什么还会再办呢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杜老师急着出版 女帮女生 我一边要跟她讨论故事 一边作为她的助理 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 我喜欢她 却因为那个时候她有家庭 不能跟她在一起 我们相爱 你跟她离婚 不就是为了跟我在一起吗 你不要再骗自己了 我根本就不爱你 杜老师 好久不见 小杨是个很单纯热爱漫画的女孩 在她心里 我是比里科夫这个符号 远远重要于 我是独家梦这个人 那她如果知道 那本漫画原本就是我的 会不会还是喜欢我呢 我知道 你也喜欢她 不知道她有没有跟你说过 不知道她有没有跟你说过 现在的你 和当时的我 真的很想 我和你不一样 我对她的喜欢 不像你想的那么自私 只要是她能幸福 不一定非得跟我在一起 那才不是喜欢的 喜欢一个人 就是自私的 就是自私的想要跟她在一起 就是自私的想要 她的所有幸福 都是自己给的 晓阳 我不能没有杜珈牧 你能不能 把她让给我 有事吗 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毕业作品 抱歉 我们还是出一半事 最近实在忙不过来了 是真身回来了 影子就该退场了吗 你早就知道 我上课要走的 不会永远陪着你 你真的要带齐悦回日本吗 对 她是我的责任 那我呢 你是我的学生 老杜 我 我不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呢 之前是我不好 做得太多了 让你误会了 所以呢 你的意思是说 从今往后 你都不会再管我了 无论我发生什么 都不会管我了 就算是我再打架 再受伤 你也不会管我了是吗 你又不要打架 你也别管闲事 你是个女孩子 要于女孩子的样子 是因为齐悦 比我更像一个女孩子 所以你才选择她的对面 我从来就没做出过选择 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最后一堂课上完了 到了跟大家说告别的时候了 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也希望我这段时间 真的交给你们一些有用的东西了 能给你们留下 一段美好的回忆 对 杜老师 您回日本之后 我们还能和您再联系吗 当然可以 欢迎你们给我发邮件 你们都可以 杜老师 我想去您的公司工作 能不能有实习的机会啊 热烈欢迎 但是毕竟 公司我说了不算 我会给你写推荐信 谢谢老师 漫画这条路很漫长 也很艰苦 我知道你们 都非常热爱的 所以希望你们坚持 不要轻易放弃 相信自己 加油 希望早一天 能看到你们的作品 再见 你 陆老师 我送你吧 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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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你的 一定要再回来看我们 会的 会的 回去吧 不用送了 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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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您对这儿比我还熟 我给你画一幅吧 就当练手了 不要钱 明镜 你没事吧 那我现在 可以许个愿望吗 当然可以 我想 和杜珈牧谈恋爱 我还没有喜欢过什么人 所以也没有失恋的经验 如果我注定要在你这儿 失恋的话 可不可以让那一天晚一点儿来 欢迎光临 这些都是经典的漫画 欢迎光临 但是这里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不打了 我走 医生 有人吗 什么 有没有人 医生 快快快快 快 快 回来 快点 你们两个先在外面等着 有什么事告诉护士 来 出去吧 把门关起来 杜老师 辛苦了 来吃点水果吧 你先吃吧 喂 小阳 怎么了 杜老师 小阳又跟人打架了 伤得特别严重 您可以来医院一趟吗 我马上就到 杜珈牧 无论买什么你都不准去 杜老师 杜老师 你来了 小阳 我先走了 谢谢你 谢谢 不是叫你别打架吗 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不用你管 都伤到哪儿了 疼不疼啊 疼不疼 谁让你来的 我好不容易再说服我自己 你怎么这么讨厌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不用你的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的 姐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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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也别哭了 伤口领开了 会留疤的 不 你出来一下吧 走啊 走 我 我姐她 没事没事 先关心你自己吧 这是医院 你姐不会乱来的 没事的 怎么搞成这样啊 来 我就说嘛 我之前花圈圈诅咒你们 让你们倒了那么大的霉 我自己怎么可能平安无事的 现在好了 我自己那份要来 可以安心 消息别那么冲动了 你不要多想啦 不用难过 我们三个以前什么样的美美倒过呀 你这根本不算什么 你放心 以后呢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三个都会陪着你 我们是不会背叛你的 你 我只是拍摄的 也许子 也许子 我现在是 为贵了 停 放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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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你有什么困难 我还是可以帮你 但是 请你学会对你自己的生活负责 对你自己负责 对你自己负责 感谢观看 这么多年 练习了这么久 终于化成你的样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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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